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为大唐王朝立下汉马功劳的将军 却最终因谋逆罪成为了阶下之囚 他在贞观初年备受器重 却也在日后踏入歧途 因罪受禄 让唐太宗含泪道出 从此不再赏灵烟阁的惋惜之言 他就是在灵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中 功过最受争议的大唐将军侯君 论军功 他辅佐李氏父子打下江山 又先后成功讨伐土玉魂与高昌国 可谓是战功赫赫 可论过失 他又犯下了罪不可恕的谋逆重罪 最终落得无比悲惨的下场 侯君即在人生的高光时刻 骄纵妄为 受挫后又铤而走险 从而一步错步步错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从功臣变为逆臣 最终走向无法挽回的境地呢 从他的经历中 我们又能吸取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唐名将第九集 是是非非 侯君集 贞观十七年 一位唐朝的名将 一位谋反罪被处死 唐太宗亲自参与了这次案件的审理 在案件告破之后 唐太宗对这位名将说 我因为你再也不会上林燕阁了 当年的魏征 曾经举荐过这位将军 认为他有治国之才 尽管这时候魏征已经离世 但唐太宗依然把魏征的墓碑给推倒 哪怕这个碑文是唐太宗亲自提写的 这位名将是谁呢 在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中 这位名将排名第十七 他呢就是建立了赫赫战功的侯君集 关于唐太宗为什么处死侯君集 学术界呢历来是争论不已 有人认为是君王多虑 借刀杀人 有人认为呢是名将贪腐 早生异兴 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 侯君集的人生故事 在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中 侯君集呀他呢并不显养 他文不如房杜 也就是不如房玄陵和杜如悔 武呢不如礼玉 不如礼敬和玉持敬德 他排名十七 但是呢他却是受到唐太宗啊 最多宠爱的名将之一 关于侯君集的出生年月 史书上没有记载 只记载他出生于宾州三水 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巡邑县 那么侯君集的童年表现不俗 他是姓骄士 就是说喜欢夸夸其谈 在学习一些弓箭等技能方面呢 有点浮夸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 侯君集的这个军事战役的话 能够发现侯君集呢 他的能力特别强 他的很多功绩 是建立在能力和智力 并存的基础之上的 侯君集的主要贡献啊 集中在两大方面 第一呢 是以副将的身份击败土育魂 第二呢 是以主帅的身份攻灭高昌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以副将的身份击败土育魂 土育魂呢 是麒连山脉和黄河上游的 一个小国 土育魂跟隋朝的关系呢 非常奇妙 当隋朝兵打过来的时候 土育魂就后撤 当隋朝的军队后撤之后呢 土育魂呢又进一步 蚕食隋朝的边境 这种关系啊 直到隋朝一位和亲公主的到来 才得以缓和 这位和亲公主呢 就是光化公主 那么到了唐代 作为一代雄主 唐太宗呢 他也想很好地处理一下 跟土育魂的关系 这时候土育魂的国王是谁呢 是福允 福允呢拒绝向唐太宗朝贡 那么唐朝啊 当然希望以最低的代价 换取最高的利益 他呢也想派一个公主 前去和亲 但土育魂呢并不满意这种方案 而且呢还不断地 侵扰唐朝的边疆 可以说呀 唐朝跟土育魂的矛盾 在一定程度上 是无法缓和的 贞观八年十二月 唐太宗呢 派李靖作为主帅 前去讨伐土育魂 而副将是谁呢 副将啊 是侯军吉和李道宗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李道宗的部队呢 小胜土育魂 土育魂呢就赶紧吸撤 在这个吸撤的过程中 土育魂的军队 把这个草给烧了 他烧草呢 当然是防止唐朝军队追过来 另外呢是制造一种困难 让唐朝的军队 这马呢没有粮草吃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 很多将士呢就鉴于李靖啊 要不我们就不要追了 但是侯军吉啊 他不这么认为 他呢说 我们取得了小的胜利 一定要趁慎追击 李靖呢 就采纳了侯军吉的建议 这时候呢 兵分两路前去追讨 北线呢 有李靖 薛万军 以及李大亮率领 而南线呢 是由侯军吉和李道宗率领 前面说过 土育魂在后撤的过程中 把这个草给烧了 那么唐朝军队啊 就克服很多困难 首先就是粮草的问题 再一个呢 还有高原反应 这一路上 唐军呢 是力兵磨麻 智风沐雨 在克服了很多困难之后 终于追上了 土育魂的 这个残兵败将 在奔袭了两千里之后 唐朝的两支部队啊 在大飞川会合 这时候呢 唐朝军队就一举 攻灭了土育魂 侯军吉由于他的杰出表现 在这时期呢 他所具有的军事才能呢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土育魂投降之后 唐朝平定土育魂的战争 告一段落 在回撤的途中 侯军吉呢 还客串了一回地理学家 在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刺兴宿川 达白海上 望基石山 览观何远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古代啊 对于黄河之水天上来 充满了好奇 那么黄河到底是哪来的呢 人们呢 一直也想探清 黄河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这次侯军吉啊 在行军途中所进行的观察 也是中国古代史书上 早期明确记载 观察黄河源头的行为 从土育魂的战场上 回来之后 侯军吉呢 受到唐朝的册封 他很快呢 就封为陈州刺史 陈国公 那么他的军事才能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第二呢 是以主帅的身份 攻灭高昌 高昌国啊 位于图鲁番盆地 是丝绸之路上 重要的节点 也是当时 经济和文化的 中心城市之一 在当年高昌的国王啊 前来拜见 唐太宗的途中 他看到啊 沿途的周线 实力并不强 由此呢 判定唐朝国力也不强 所以就产生了不臣之心 产生不臣之心呢 也倒不可怕 他呢 反而还扣押了西域 前来拜见唐朝的使者 以及前来经商的商人 这样呢 就使得丝绸之路啊 名存失望 此外啊 高昌呢 还进一步地攻打了唐朝的蜀国 燕齐和伊吾 唐朝是当时东亚最强的国家 唐王朝呢 认为有责任 有义务 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所以呢 派出了侯军级 作为行军大总管的部队 前去讨伐高昌 而高昌国的国王 屈文泰呢 他非常自信 他呢 首先占有这个地理优势 认为我所拥有的是 两千里沙漠 你来打吧 这个沙漠呢 退可守 进可攻 但是呢 屈文泰啊 就小瞧了侯军级必胜的信心 侯军级克服各种困难 穿过茫茫沙漠 到达了高昌的腹地 到达高昌腹地之后 侯军级呢 让随行的将士 制作了一些机械 这些机械呢 包括抛石机和巢车等等 屈文泰一看 唐朝将士制作的这些东西啊 以前都没有见过 所以呢 就很害怕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屈文泰呢 就病死了 这时候他的儿子 屈之胜即位 唐军这边的将士啊 看到高昌国啊 将面临国之大丧 所以唐朝的将士呢 就劝侯军级说 要不啊 我们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一举攻下高昌 侯军级呢 他不这么认为 他说呢 我们唐朝军队 是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 我们要在战场上 堂堂正正地战胜对手 而在这方面 侯军级呢 贯彻得非常好 他在高昌 国之大丧结束之后 按照原来的计划 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呢 是制作潮车 潮车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 潮车呀 就是像鸟巢一样的车 也称为楼车 潮车的作用呢 是登高望远 瞭望敌情 第二呢 是制造抛石机 抛石机呀 是利用杠杆原理 发射飞石的一种装置 根据学者的记载 在秦汉时期的抛石机呢 已经能够抛出 20斤重左右的飞石 而到了隋唐时期 抛石机的制作技术 威力和射程 都有明显的提高 那么隋唐时期的抛石机呀 能够抛射 50斤重的飞石 射程呢 也达到了300米左右 第三呢 是使用撞车 撞车呀 是利用这个车的惯性 能够撞开城门 或者是城墙的装置 那么撞车中啊 安着一个长城的木头 前方呢 用铁皮包裹 后面呢 这个士兵 使用这个推力 以及利用惯性 能够撞开城墙和城门 而侯军级的将士啊 在使用撞车的过程中 把高昌的城墙 撞开了树杖 高昌就渐渐支持不住了 而这时候 屈制胜呢 就非常希望 西图爵能够身于援手 但是西图爵一看 唐军势力这么强 就躲得远远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屈制胜呢 不得不主动投降 通过这次战役 唐军呢 就顺利地获得了 三郡五县 二十二成 人口呢 大约三万人 在高昌被攻灭之后 高昌国内 流传着这样的童谣 这个童谣是这样写的 高昌兵马如双雪 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双雪 回首自消灭 所谓回首 指的是反掌 叫一如反掌的意思 这首童谣呢 反映出高昌国内 对于汉家兵马的敬畏 以及对于中原文化的 一种心理认同 唐朝通过这次用兵 再次宣示了国威 丝绸之路得以畅通 而侯军吉呢 也迎来了人生中的巅峰时刻 贞观十四年 既是侯军吉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也是他命运极转骤变的开端 在这一年 他最后一次作为主帅 领兵讨伐 雄聚西域的高昌国 并且大获全胜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 他走到了人生道路的岔路口 讨伐高昌国的这场胜利 让大唐的威严再次扬名西域 也为侯军吉迎来了 人生的辉煌时刻 他享受着军功战绩 给他带来的无上荣耀 心里那颗名叫贪婪的种子 渐渐萌发 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名利面前 人性的弱点开始暴露 自幼性格自负轻狂的侯军吉 面对臣服于自己的高昌国百姓 以及堆积如山的稀有珍宝 侯军吉被权力和金钱的诱惑 蒙蔽了双眼 于是他不顾军纪 将大量的金银财宝据为己有 而手下的将士们看到 主帅如此贪婪 也纷纷效仿 几乎将高昌国洗劫一空 大军回到长安 李世民听闻此事后非常震惊 本来唐军是以仁义之师的姿态出征 甚至面对高昌老国王病死 举国发丧防备空虚的时候 唐军也没有趁虚而入 结果高举道义旗帜 已成不沉的唐军在获胜后 竟然有如此行径 李世民面对弹劾侯军吉的一众大臣 本来等着给侯军吉论功行赏的 但此时也深感无奈与气愤 就这样在班师回朝后 侯军吉发现 迎接自己的不是加官进爵的封赏 而是一场牢狱之灾 那么这一次的教训 能否让侯军吉自我反省 改过自新呢 侯军吉攻灭土玉魂和高昌 他按说回来之后 应该受到极大的欢迎 但是呢 他的人生像过山车一样 发生了这种犯转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侯军吉 他在从高昌回来之后 所经历的事情 侯军吉从高昌回来之后 就受到了弹劾 之所以弹劾呢 跟他在高昌所犯下的三宗罪有关 哪三宗罪呢 第一 是在没有请示唐太宗的情况之下 就擅自罚没高昌的贫民为官奴 第二呢 是擅自抢夺高昌的财宝 第三呢 是纵容将士 抢夺高昌百姓的财物 正是由于这三宗罪 使得侯军吉从高昌回来之后 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 而是牢狱之灾 面对牢狱之灾 侯军吉他能够做什么呢 这时候呢 大臣陈文本就上书唐太宗 他要为侯军吉说起 说呢 作为君主 您呢 应该是要记住人的功劳 而忘掉他的过错 对于名臣名将呢 不能够倾家屈辱 也许陈文本的建议呢 郑重了唐太宗的下怀 唐太宗也许啊 就没觉着 这个抢夺财宝 以及对于将士 管教不言 是什么大事 所以这次是之后呢 唐太宗呢 就释放了侯军吉 这个受到弹劾 按说是一个信号 侯军吉呢 应该感谢陈文本的说情 以及唐太宗的宽容 但是侯军吉啊 他并没有这么做 他反而是积攒了 一肚子的怨气 免除了牢狱之灾之后 侯军吉呢 受到了唐太宗的 加官禁决的封赏 而这时候侯军吉呢 特别不注重个人的言辞 飞扬跋扈 与侯军吉的高调相比啊 在这方面 我认为李靖做得是非常好的 李靖呢 他的一生啊 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 他呢 具有极高的武德 具有极高的品德 当年李靖呢 也曾经受到过弹劾 是因为对于将士啊 管教不严 受到弹劾之后 李靖呢就异常低调 他呢 在回来之后 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即使亲戚来了 他为了避嫌呢 也不开门 那么与李靖相比 侯军吉在这方面呢 却做得非常的高调 飞扬跋扈 认为呢 大家都不理解他的功劳 侯军吉本来啊 是韩武出身 他呢也没有多少文化 所以唐太宗呢 就安排李靖 教他兵法 那么既然李靖是老师 侯军吉是学生 作为学生呢 应该对于老师啊 恭恭敬敬地 执弟子李 在上课过程中 李靖所教的兵法呢 可能是啊 只教了大概 侯军吉呢 就非常的不满 他向唐太宗告状 说美道细微之处 折不适臣 李靖呢 都不明确地告诉我 但李靖向唐太宗的解释是 我所教他的内容 在和平时期 足以应对时局 也许李靖啊 看到了什么 但他没有明说 而正是 侯军吉的不感恩 或者是他的高调 给他带来了 命运的 一种过山车般的转折 通过教育学的关系 侯军吉呢 跟李靖结下了梁子 中士李道宗 向来不喜欢侯军吉 多次呢 向唐太宗打小报告 还有一件事 同样作为 灵严格功臣之一的张亮 他呢 被唐朝啊 派到洛州 去做都督 其实这是一次 非常正常的外任 因为洛州呢 是除了长安之外的 最重要的城市 按说在出发之前 张亮呢 就接受大家的祝贺 这时候呢 侯军吉也来了 侯军吉见到张亮之后啊 是这么说的 哥们 你受到什么排挤了吗 那么张亮就 非常的纳闷 如果说正常的外任 就是受到排挤的话 那么被冤枉的人 实在太多了 没想到话茬一打开之后呢 侯军吉是牢骚满腹 他呢 就这么对张亮进行劝说 说郁郁不得志 你不得志 我也不得志 你想造反吗 如果你想造反的话 我一定跟随 张亮就大吃一惊 这我就是去洛州 做个都督 就是做个官 本来是好事一桩 你呢去劝说 我要去造反 按说呀 侯军吉这番话 已经让他 站在了风险的边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古代有 十恶不赦之罪 所谓的十恶 是统治者所规定的 十种不能够原谅 不能够减轻处罚的罪恶 排名第一的就是谋反 除了谋反之外呢 还有谋大逆和谋判 侯军吉这番话 已经表明了 他有谋反之心 张亮呢 赶紧向唐太宗 汇报这件事 在说明了事情的 原委之后 唐太宗呢 心还真是大 他对张亮是这么说的 你看哪 侯军吉 跟你说的这番话 也许他就是 发发牢骚而已 他这么说 如果我去质问他的话 也没有其他人 可以作证 所以说 他就劝张亮 算了吧 这个事呢 就不要再提 通过这个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 唐太宗对于侯军吉 还真的是宽容 有了一 有了二 多次宽容他 但是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人最重要的就是 不怕一二 就怕三四 唐太宗李世民呢 就再次宽容了侯军吉 在接下来的 《灵烟阁二十四功臣相》中 侯军吉位列十七 我们可以看出 侯军吉啊 他目中无人 他非常的骄傲自大 他呢 在这种犯了错的情况下 死不悔改 其实真正让侯军吉 走上这个命运终点呢 是跟另外一件事相关 那就是太子李承前谋反案 侯军吉在讨伐高昌国之后 私吞财宝 败坏军纪性质恶劣 最终唐太宗念在他功大于过 在陈文本为其说情后 将他释放既往不救 然而被释放后 侯军吉既没有反攻自行 也没有感激李世民的宽容与大度 反而认为李世民对待手下 只问其过 不露其功 于是便耿耿于怀 心生怨恨 不仅喜怒行于色 而且怨言亦于爱 而此时 也正是他对李世民 离心离德的开始 侯军吉不加掩饰的不满 连住在深宫的太子李承前都知道了 此时李承前 与魏王李太斗的不可开交 太子之位岌岌可悲 他认为 如果有侯军吉这样的人物支持 禁可使自己如虎添翼 退则让皇帝投鼠忌器 所以李承前让人从中牵线搭桥 期望和侯军吉一起共谋大事 侯军吉很快知道了李承前的意图 他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可以说 这是侯军吉人生的最后一次重要抉择 回望历史 我们不禁唏嘘感慨 这一年是贞观十七年 表彰功臣的灵焉阁建成 侯军吉也因功勋卓著名列其中 这对一个臣子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但同样是在这一年 侯军吉也因罪入狱 虽然获释 但心中不满 如果此时的侯军吉懂得感恩 如果此时的侯军吉没有放纵心中的怨恨 如果此时的侯军吉没有将不满 转化成谋反的实际行动 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 侯军吉的人生也将是另一种轨迹 但历史没有如果 事实无法假设 真实的历史记录了人性的贪婪和扭曲 也记录了因怨念而注下的弥天大错 人生的高峰低谷之悬殊 命运的前后反差之剧烈 发人警醒 令人深思 读史可以明智 诚如思言 如果说高昌国之战后 侯军吉对李世民的怨恨是一粗微弱的火苗 那么太子李承前的拉拢 无疑是能将火苗燃成熊熊大火的火影 然而事实证明 侯军吉参与谋反这个决定 不过是他走向深渊前的最后一念 那么谋反失败之后 李世民对侯军吉又会有怎样的态度呢 太子李承前是唐太宗的长子 他很早就被封为太子 但是这时候 他有一个弟弟叫魏王李太 李太受到了唐太宗的额外恩宠 按说兄弟俩是同父同母 母亲都是长孙皇后 这个唐太宗一碗水端不平 就使得兄弟之间生出了下戏 魏王李太他身子骨非常胖 那么唐太宗就非常心疼他 说你看你这么胖 上朝就很累 很辛苦 当时也不存在什么身材管理的事情 唐太宗就特意安排轿子 帮助魏王李太上朝以及下朝所用 那么真正引起李承前 这个心里不舒服 或者是产生深刻的嫉妒之心的 还有李承前自身的原因 李承前有一次在这个骑马的过程中 不小心从马上面坠落下来 这就使得他的脚呢留下了残疾 他走路呢一瘸一拐的 那么李承前他就想啊 作为帝王 父亲能不能允许身体有残疾的人 继续担任太子呢 当他产生这个想法之后 李承前就去跟侯军吉商量 因为他知道侯军吉对朝廷不满 李承前找到侯军吉之后 侯军吉呢为了劝说李承前早日骑士 煞有介事地伸出他的手 然后说呢 此好手当为用之 意思是说呀 我这个手是好手 我愿意为你效劳 当侯军吉帮助太子李承前 谋反的事情暴露之后 侯军吉呢 他的人生也必将走向终点 唐代的笔记小说《隋唐佳化》 记载了侯军吉谋反之后 当时唐太宗的反应 隋唐佳化的作者呢 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 刘志吉的儿子刘肃 刘肃呢 是擅长记载 官场言行 当侯军吉谋反的事情啊 暴露之后 当时呢 恰恰是中夜 也就是深更半夜 唐太宗啊 已经睡下了 这个消息传来 他呢 气愤地从床上起来 然后呢 绕床树舟 因为啊 这确实是出其不意 我想唐太宗心里啊 充满了懊悔 因为他对于侯军吉呢 是一向宠爱 而侯军吉呢 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曾经建立过赫赫战功 但是现在 竟然以功臣的身份 帮助太子李承前谋反 这个罪名啊 让唐太宗呢 非常的介意 后来侯军吉被他的女婿 这个贺兰楚时告发 告发之后 唐太宗啊 就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 在政据面前 侯军吉无言以对 他呢 也将面临人生中的第二次牢狱 那么这一次 他能够像第一次一样 全身而退吗 其实地位啊 可以塑造人 也可以毁灭人 在中国古代的史记中啊 从来不缺少这方面的记载 比如说汉代的刘相 他在说院中 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孙叔敖呢 被任命为楚国的另隐 在赴任之前 大家呢 前来祝贺 而这时候呢 有一位呢 穿着非常笔漏啊 穿着破衣服的一个老者 他呢 也在现场 大家就问 您是来干嘛的呢 这位老者说呀 我是来吊丧的 这个回答 肯定是让人非常不舒服 因为这是喜事啊 别人要赴任 你说你来吊丧 但是孙叔敖呢 他呢 认为这位老者不简单 所以他就正一贯 恭恭敬敬地 来到了老者的面前 请教 应该如何做好 这个楚国的另隐 这位老人是这么说的 位已高而易已下 官亦大而心亦小 路已厚而甚不敢取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位老人 他的意思是说呀 如果你的功劳很大 那么下面的人呢 就可能会觉得你骄傲 如果你的位子已高 那么上面的人呢 也许就会介意 如果你的俸禄 已经很高了 但是呢 你还要贪财 那么祸患呢 就会到你头上 这个说院中的故事 是通过一个智慧老人的形象 警戒孙叔敖 当然之所以留存下来 其实是借老人之口 说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侯君吉呢 在这方面恰恰没有做到 他呢 在细节上没有注意 在人品上呢 没有言语律迹 我们常说呀 朋友谁面镜子 唐代的笔记小说 胡渠所撰写的谈兵录中 记载了侯君吉的朋友 赵元凯 当年呢 赵元凯做交合道行军总管 他的顶头上司呢 就是侯君吉 有一次啊 侯君吉的战马 前额部分呢 因为被虫子咬了 所以就生出了农疮 赵元凯呀 一看侯君吉的战马 生了农疮 然后就赶紧的 用手沾了一下 闻了一下 这个农疮的味道 这个细节呢 就遭到了御史的弹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赵元凯 这不是他第一次 以禅媚受到弹劾了 在当年贞观七年的时候 唐太宗呢 到蒲州去考察 而当时的蒲州刺史 正是赵元凯 赵元凯认为皇帝要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攀龙赋奉 结识关系的关键时刻 所以他呀 做了很多准备 首先呢 是鸡鸭与肉都准备好 准备呢 迎接随行的官员 以高等级的伙食 来招待这些官员 第二呢 把这些建筑啊 重新凋梁化洞 重新设置一番 当唐太宗来的时候 他又安排老者 穿着单薄的衣服 列队欢迎 赵元凯呢 以为唐太宗会喜欢 但是唐太宗呢 他知道 他呢 赶紧啊 就跟赵元凯说 非常严厉地跟赵元凯说 你做的这些事情 你是把我当昏君吗 随朝皇帝随阳帝啊 为什么能够 被人唾弃啊 那不正是 就重视这些吗 所以你啊 其心可助 这些话就表明了啊 赵元凯呢 他是以擅长谄媚 以及啊 这个不注意细节 来使人的 而侯君吉的朋友呢 就包括赵元凯 这样的人 侯君吉的一生经历 可以说是 冰火两重天 一招风光无限的 大将军 转眼成为了 犯有谋逆重罪的 阶下囚 侯君吉 无疑是拥有 工业心的 但这并不是 他走向覆灭的根本 从朝堂上的文武百官 到参加科举考试的 寒窗学子 谁都想 工业有成 然而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对名利和财富的追求 应该建立在 高尚的人品 与深厚的修养之上 遗憾的是 侯君吉的人品与修养 并不能够 承接住他的野心 这份野心 不受约束与控制的 疯狂生长 最终变成了 没有底线的贪婪欲望 让他断送了性命 毁掉了仪式的英明 也辜负了唐太宗 对他的信任 与期望 如果侯君吉 像李静和 玉池静德一样 懂得感恩 收敛 那么关于 灵烟阁功臣的传奇故事中 也许就少了一笔遗憾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侯君吉一生的事事非非 起起落落 都在警醒着后人 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都要修心养性 严于律己 知恩图报 比武力和才智更重要的 是一个人的品质与格局 那么在长安城内 因谋反之罪入狱的侯君吉 即将迎来怎样的结局 在命运的终点 他是否会幡然醒悟呢 侯君吉作为 灵烟阁二四功臣之一 他早年是以勇武来著称的 他的一生的功劳 跟唐太宗同行同向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 唐太宗夺地位 打江山 保江山 侯君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作为下属 想着立功 获得高的职位 这无可厚非 甚至是一件好的事情 可是随着职位的增高 这个权力也越来越大 有时候权力是一面双刃剑 如果权力用得好 那可以造福百姓 为国为民 如果权力运用得不好 那就是祸国殃民 在这方面 我认为侯君吉 他的特点 或者说他的做法 值得我们警惕 侯君吉就是 智商太高 情商太低 他能力太大 但是格局太小 所以侯君吉 他的命运如何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如果说唐太宗 对侯君吉的偏爱 这是客观事实 那么当年张亮 曾经向唐太宗 揭发侯君吉的谋反 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但是唐太宗太大意了 他又没有想到 自己一向宠爱的功臣 真的会走向谋反的道路 人犯错呢 不怕一二 就怕三四 侯君吉谋反的事情 败露之后 唐太宗呢 召集群臣 如何来处理 希望群臣提一提意见 这时候 侯君吉糟糕的人际关系 就显现出来了 曾经帮他说情的 陈文本 莫不作声 其他的各位大臣 都对于侯君吉所犯的错 持否定态度 所以最后 在拿大主意的时候 各位大臣就认为 侯君吉谋反之罪 天地难容 必须施以惩戒 侯君吉的人生故事 给我们很多的警惕 如果他能够谨慎从事 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如果他从高昌回来之后 能够坦诚相待 不再贪恋钱财 如果李承前 在谋反的时候 侯君吉呢 能够以老臣的身份 及时劝职 那么以侯君吉 此前所建立的赫赫战功 完全可以轻视刘美名 但是事情呢 恰恰相反 当年在平定高昌 回来之后的庆功宴上 江夏王李道宗呢 就曾经啊 暗地里对唐太宗这么说 他说侯君吉这个人 有什么特点呢 还有这样的特点 智晓言大 举止不伦 以臣官之 必为容首 所谓容首是什么 容首 用咱们的话说 那就是反叛的头目 也许啊 江夏王李道宗 他的眼光是犀利的 没想到异于成臣 侯君吉呢 他因为贪腐 因为谋反 只能够接受最高刑罚的处罚 在临行之前 唐太宗呢 就对侯君吉说 你可以提要求 我尽量地答应你 侯君吉泪流满面 他呢 向唐太宗提出了 希望能够保留妻和义子 给他以后作祭奠 唐太宗答应保留妻和义子 同时呢 发配领难 我们可以看出啊 唐太宗自始至终 都没有跟侯君吉过不去 而恰恰是因为侯君吉 自身的性格缺陷 自己由于早生一新的表现 使得唐太宗呢 不得不对他处于畸形 正如司马光 在《资质通鉴》中 所进行的经典表述 司马光啊 曾经把人分为四类 他是这么说的 司马光在《资质通鉴》中的 这段话呀 是把人分为四类 哪四类呢 他认为 财得兼聚 为之圣人 财得聚王 为之愚人 得胜财 为之君子 财胜得 为之小人 我个人认为啊 侯君吉呢 他就是这样 智商太高 情商太低 具有糟糕的人际关系 再一个呢 他能力太大 格局太小 所以侯君吉的人生经历呢 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